相传在民间有一种巫术 名叫打小人 类似于给人下狗状 通过此种巫术疑似 来驱逐或者是报复所谓的小人 眼前这个婆婆便是专门带打的神婆 这天晚上 来了一个脸色发青的姑娘 可是天气已经太晚了 婆婆本不想再接了 于是想打发女孩明天再来 可是女孩就想今天打 阿婆回头看向女孩 却发现女孩的右脚居然没有穿鞋 阿婆似乎想到了什么 急忙改口接了女孩的单子 阿婆问女孩想打小人的名字 女孩却摇了摇头 只说是四个人 于是阿婆拿出四张不知名小人符 女孩又补充到三男英文 阿婆也没敢多问 拿出指人准备开打 女孩却说要自己打 于是阿婆将鞋子递给了女孩 这场面吓坏了阿婆 阿婆好像想起了什么 手开始不自觉地颤抖 阿婆拿了一个包裹 从包裹里拿出一只鞋子递给女孩 女孩接过鞋子没有穿 直接用这双鞋继续打小人 而此刻的阿婆已经吓出一身恶爱 与此同时 一家按摩店内 一个男人正在享受美女服 此时桌子上的蜡烛突然熄灭一刻 女孩继续打着小人 城市中的一个天台上 四个男人正在打麻将 一个男子突然起身 说去看看风景 只见他走向阳台 原来的位置上却坐着打小人的女孩 但是所有人都看不到 男人张开臂膀直接跳下阳台 一阵风吹过 这已经是第二个了 阿婆赶紧掏出手机拨打电话 女孩继续拍打着小人 此时的阿婆已经眼含泪光 可是却怎么也打不通 阿婆着急的四处找信号 电话终于打通了 原来是她的儿子 她告诉儿子千万不要出来 可是也不知道她妈的怎么了 就是没有信号 于是儿子也在街边寻找信号 婆婆已经急的说普通话了 可是一切都晚了 一辆失控的轿车撞向队 被撞断的护栏静止朝着儿子 与此同时 蜡烛只剩下最后一根了 心急的阿婆想去找儿子 可是迎面驶来一辆车子 阿婆被压在了车子下面 此时的所有蜡烛全部熄灭 好心人解救阿婆时 女孩依旧在打着小人 阿婆万幸并没有死 她向女孩求老 求她放过自己的儿子 原来就在几天前 女孩被三个男人轮间致死 和抛射方 而阿婆的儿子也是其中之一 当初阿婆明明看到了一切 但是她看到儿子后 选择视而不见 地上只留下女孩的一只血 也就是说 当她看到女孩没有穿鞋的时候 就意识到了 三男一女中包括她和她的儿子 可是阿婆毕竟是一个当母亲的 她恳求女孩 愿意用自己的命替儿子尝语 希望自己的儿子在牢里聊此残生 希望得到女孩的谅解 女孩终于停下了手上的仪式 而最后一颗蜡烛又亮了起来 阿婆最后被人救了 女孩流出伤心的眼泪 故事的最后 姑娘独自走在寒冷的街上 虽然血债一定要写长 但是报仇后 只剩下一片空虚 当恨意逐渐消散之后 她又该怎么面对接下来的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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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